我叫郭小杨 今年11岁 住在美国宾州 今天我要朗诵的作品是 朱子清先生的散文 葱葱 燕子去了 有在来的时候 羊柳哭了 有在亲的时候 桃花谢了 有在开着 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 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那么现在 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 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 但我的手 似乎是渐渐空去了 在末末里算着 八千多日子 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像针尖上的一滴水 滴在大海里 我的日子 我的日子 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之后 我不禁之后 我不禁头沉沉 而泪山山了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去来的中间 又怎样的匆匆呢 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它有脚啊 轻轻悄悄地挪移了 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 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并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它去的匆匆了 伸出手褶腕时 它便从褶腕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我躺在床上 它便零零利利地从我身上跨过 从我脚边飞去 当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 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眼着面叹息 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 又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 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 能做些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 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子的匆匆里 除徘徊外 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 如青烟 被微风吹散了 如薄雾 被出阳蒸容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流失一样的痕迹呢 我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 但不能凭得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 你聪明地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切不复返呢